新闻脱口秀 是上周末就已经提前上门 去拜访了我的几位恩师的礼妙 老师们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 给予我们太多的关怀了 所以特别的感恩 是啊 今天2019年9月10号 是我国第35个教师节 隐期留者怀期议员 学习诚实念无诗啊 这毕业之后呢 很多人都曾午夜梦回 仿佛又回到了那间熟悉的教室 手里拿着熟读的课本 眼前还是朝夕相处的老师啊 是啊 好想再听到老师们的声音 想当对面对老师说一声谢谢 如果没有昨日的您 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啊 对啊 教师节 我们很想感怀几位特殊的教师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让他的学生们 乃至所有人 都找到了最初的真心 7月19号 带领厦门六中合唱团 唱响全国的音乐老师高志凡 因重疾骤然离世 年仅28岁 他曾说过 学生真正享受音乐 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厦门六中合唱团 这几年很火 他们伴着书本 敲击课出的声响 唱出的轻柔的歌声 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高志凡老师 是合唱团的音乐指导 为了吸引孩子们 进入音乐课堂 他总能想出一些怪招 比如说带红酒软木塞 到课堂 让学生咬住发音 训练腔体共鸣 或者让学生们用气息 将纸片贴在墙上 他会像做游戏一样 自己先示范几遍 学生们说他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让我们爱上音乐 一本书 一排桌 一群身穿校服的孩子们 就这样用他们最纯真 最直接的情感 风靡全国 这个教师节 没有了高老师的身影 合唱团的同学们 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了对高老师的想念 和对所有老师的感恩 我们来听一听 厦门六中合唱团 最新发布的原创MV 因为你 因为你 每一道彩虹 都补上了不同的旋律 因为你 每一次我遇到 变成了温柔的风景 因为你 每一个细微的声音 都有了意义 每一种信息 每一种信息 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 因为你 静心聆听 你会想起谁呢 2013年 制教老师梁俊 带着新婚妻子 背着一把吉他 来到贵州石门看 他给孩子 教古诗词的方式 也很特别 是的 他会尝试 为古诗谱曲 看到孩子们 在食堂里唱 扫地的时候也唱 他非常的开心 于是呢 继续谱曲 梁俊老师 其实根本就 没有音乐基础 但他在 两年支教生涯里 他教会了孩子们 一百多首古诗词 其中五十首 被谱成了曲 去年在央视 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 梁俊和他来自 贵州山里的孩子们 用天籁之声 动情演绎了 原木的台 你听 这首二十字的小诗 真的宛如天籁 白日不道出 青春恰之来 台湾如迷霄也旋暮淡开 白日不道出 青春恰之来 台湾如迷霄也旋暮淡开 如果没有那次眼泪灌溉 白日不道出 青春恰之来 白日不道出 青春恰之来 今年高考结束后 山西朔城区医中的高三班主任 蓝慧云也上了热搜 因为他履行了三年前许下的两个承诺 第一个诺言 只要学生三年不逃课去网吧 就自费包下网吧 请全班同学通宵 第二个诺言是 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枯黄的小麦 和刚播种的玉米 同时出现在了一幅画面里 闻到了农作物散发的清香 伴着风声在耳侧刷刷而过 学生们都很激动 说出来看看才知道 我们的祖国真是太美了 也经历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经验 淋着雨吃泡面打地铺赶夜路 最终6月28号骑行第17日 他们成功穿越五个省份 每日骑行一百多公里 抵达了上海 车轮滚滚一如时光 山水一成三生有幸 蓝老师说 三年后还会继续这样骑行 践行自己城上的教育理念 他希望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一齐曾说 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也 乃有大师也 当你有所成就 请别忘记 是老师将灿若心头的世界 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你 这段经历定格青春温暖回忆 感谢陪伴我们成长的每一位老师 感恩人生路上温暖过我们的所有人 中桃 中礼 中春风 开尽梨花春又来 9月10号 教师节不忘诗恩 常念诗情 第3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让我们共同为老师们送上祝福 节日快乐 老师 您辛苦了 今儿教师节突然我想起了 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 就是于谦于老师演的老师好 哎呦 这部电影拍的那真是让我心底翻起了层层波浪 学生时代的光影不停地浮现在眼前 老师的苦口婆心也是历历在目 是啊 一代代的学生 一代又一代的老师 师生之间的感情都是一脉相承的 下面咱们说一堆小事 不是一个 是一堆 对 这话说前不久 贵州贵阳某学校七年级语文老师郑志雄 发现孩子的早餐有点不对劲 咱们小时候早餐都是在家里边吃的 现在就不一样了 很多孩子都是在学校吃早餐午餐 咱们言归正传 郑老师发现回收的早餐盒里边 有39个没有吃的鸡蛋 如果这些鸡蛋不吃 就会被送餐公司当做垃圾回收处理 看到这一堆鸡蛋 郑老师的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是啊 真可惜 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 轻易吃不胜一枚鸡蛋 于是郑志雄把剩下的鸡蛋全都收集起来 分发给学生们 把语文课改成了鸡蛋了解课 这别开生命的鸡蛋了解课以上呀 还真是有不小的发现呢 我让他们在吃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根本就不会剥鸡蛋 不怎么会吃鸡蛋 家长可能给孩子包办代替的内容太多了 孩子不吃鸡蛋 不是孩子不想吃 主要是家长们包办的太多 不会自己包鸡蛋皮 所以说失者人心 不过在这我也想提个建议 如果天天都是煮鸡蛋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孩子们便便口味 你比如说煎鸡蛋 蒸鸡蛋之类的都行 变换一下 孩子们就更愿意吃了吗 要不然万一煮鸡蛋吃腻了 不想吃可不就浪费了吗 这老师们呢 估计能考虑到这个问题 在老师眼里是事无巨弃 小事里蕴含着大教育 老师的那些唠叨话口头禅 也许几十年之后 孩子们长大了也会想起来 对 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当年老师们的口头禅 我到现在还时常的回荡在耳边 有什么口头禅 给大伙说说 我说几个 看看你们的老师有没有说过 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 整栋楼就你们最少 这道题我都讲过多少遍了 还错 体育老师有事 这节课我来上 到大学你们就自由了 还真是忍不住感慨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老师 还有这句 看我干嘛 我脸上有字 看黑板 看黑板干嘛 黑板上有字 低头看书 老丑书干嘛 书上有答案 抬头看我 都给我们整迷糊了 到底你去看哪儿 老师 还有呢 哪位同学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学生时代的我们赶紧低下了头 是吧 这确实共鸣 天下之大 老师的口头禅都差不了多少 没错 老师们的苦口婆心 为的是我们成长成人成才 老师的用心良苦 这每一位老师都是我们人生路上的一盏灯 或许并非耀眼夺目 却能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 正是因为有您们 我们的来路一片晴朗 在此呢 也祝各位老师工作愉快 逃离满天下 最重要的 身体健康 好了 收听下新闻继续吧 最近呢 正值开学季 学校集中收取学杂费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有骗子竟然盯上这笔钱了 他说这个江苏南通戴女士的女儿 在南通市第二中学上学 就上个周四 他接到了一个QQ信息 对方自称的是女儿班主任 让他赶紧给孩子呢 交一千多元的学杂费 一看班主任发话了 戴女士呢 也没有多想就交钱了 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戴女士经营着一家小企业 女儿在南通市二中读高二 9月5号 突然有人在QQ上申请与她私聊 对方自称是她女儿的班主任 并且头像和家长群里的一样 戴女士立即通过了申请 先是班主任的头像 然后说我是政治班主任 然后我就接收了 接收了 然后她就下面说 是这样的 孙岸有一套综合资料 是没给钱 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是多少 然后她就跟我说298 对方给了戴女士一个二维码 戴女士立即扫码付钱 之后对方又说孩子的住宿费 和另外一套综合资料也没给钱 戴女士又支付了近800块钱 可到了周末 女儿的家长群里 老师又在催缴住宿费 戴女士再从QQ上找到那个信息 发现对方的头像网名改了 就是今天大家看到 他现在又变了 变成数学王老师 可能还在骗嘛 所以的话 我就希望 就是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让家长提高警惕 以往骗子们都是瞄准大学生们 用那些助学费用之类的名目 让大学生上当 现在大学生防范意识是越来越强了 这些骗子们又把目标换成了家长了 快捷支付虽然很方便 但是也有风险 前阵子在南京一所高中 有一个班级群里 也有一位冒充班主任的人 发来收款通知 要求缴纳580元的学杂费 这家长一看 这通知确实是老师发的 头像姓名都一样 还是在群里发的 都没犹豫 就扫二维码转钱了 可在六位家长缴费之后 真正的班主任老师就出现了 发了紧急通知 说学校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立即停止缴费 已经缴费的立即报警 原来是骗子混进了班级群里 修改了在群里的名称 还把头像也换成了真的老师的头像 然后开始诈骗 班级群二维码就贴在教室门口 进群也没有限制条件 谁都能进来 骗子就这么混进来了 这开学季啊 家长们缴纳各种费用的时候 得多留一个心眼 但凡要求打到私人账户 或者是提供私人二维码的 大多都是骗子 是啊 一定得提高警惕 说到开学季呢 都会有很多好玩的开学故事 这不最近呢 湖北实验室一所小学 在开学首日就迎来了 七对双胞胎新生 其中有五对是龙凤胎 看到这么多双胞胎入学 家长们开玩笑称 这简直是真实版的连连看嘛 对不是 是啊 其实今年该校秋季入学的 一年级新生 龙共有378人 双胞胎的数量呢 是半学以来最多的一次 记者了解了一下 在这七对双胞胎当中 有一对姐妹 被分在了不同班级 校方说了 双胞胎在分班的时候呢 还是以家长的诉求为主 家长呢 基本上都会要求 两个孩子在同一个班级 这样既方便接送孩子上下学 也能方便日常的辅导嘛 想要区分在同一个班级里的双胞胎 对老师而言 确实一向挑战呢 一位叫姚小南的班主任 告诉记者 说自己从教五年来 带过五对双胞胎 刚开始那肯定懵 不过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 分辨其实并不难 因为毕竟双胞胎的身高啊 声音性格还是有所区别的 不过这是对老师而言 对同班同学 尤其是对同桌的小朋友来说 确实是不容易 这不坐在一对双胞胎前面中间的男生就说了 说往我左面看是一张脸吗 右边看还是同样的脸 谁是姐 谁是妹 到底该怎么分 我太难了 无独有偶在山东德州 今年新学期就迎来了七对双胞胎 拉拉手排队走 简直成了校园里的一处风景啊 哎呀 其中一对兄妹在接受采访时 说的话让人哭笑不得 妹妹说 说我妈不让在一个班 所以哥哥在七班 我在八班 我太想自己交朋友了 我跟我哥玩七年了 我太想跟别的小朋友玩了 其实不仅仅是小学 大学也是一样的 最近呢 清华大学开学了 总共3800名九字班新生当中呢 双胞胎占了四段 给大家会介绍一下啊 第一对双胞胎呢 是来自四川十世中学 兄弟二人呢 哥哥叫张家豪 弟弟叫张家杰 真的可以说是豪杰组合 第二对双胞胎呢 是来自北京 一个叫做卢一鸣 一个叫做卢一杰 兄弟二人 今年参加北京高考 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 哎呀 那么第三对呢 是来自南开中学的 戴培和戴雷 贝雷组合 也是一对非常漂亮的姐妹花 第四对双胞胎呢 是来自福建龙岩一中的 廖子健和廖子康 是健康组合 这有了哥哥姐姐们做榜样 其他的小双胞胎 一定要加油啊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健康成长 你们会是彼此成长 岁当中最好的伴 摄天下新闻来继续吧 说说玩的话题 好啊 爱玩泥吧 是小孩们的天性 对吧 咱们父母那一辈人 玩的是真泥吧 咱们小时候玩的是橡皮泥 而现在小朋友玩的 就更神奇了 什么这个超青年土 水晶泥 可花花了 做出来的手工艺品 也特别好看 哎呀可不嘛 各种各样的采泥产品 卖的是特别火爆 孩子们喜欢 家长呢也愿意让孩子多动手啊 对 不过有的时候呢 看着孩子手里捏来捏去的采泥 这个家长心里就犯嘀咕了 这花花绿绿的采泥 到底安不安全啊 最近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节目 就特意做了一期 检测软泥安全的话题 结果不乐观的 不少软泥产品呢 还有过量毒性元素和防腐剂 毒性元素 听到这个词估计家长们的心都得揪起来了 孩子天天玩的软泥 要是有毒那可是大事啊 可不就像这款销量火爆的水晶泥 商家宣传的是安全无毒 妈妈放心 结果呢 有消费者评论说 自己家的孩子在玩的水晶泥之后 手指过敏脱皮 十几天之后才好 还有这款宣称采用食品级材料的软泥 不油腻不粘手 但是在评论区呢 却有很多中评和差评 说粘土粘在孩子的手上特别难清理 还有消费者反映说 孩子玩过之后皮肤过敏了 看来呢 这些软泥产品并不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安全 深圳市消费者协会 最新发布的软泥玩具比较试验 结果就很触目惊心了 17款软泥玩具当中 有13款膨元素 牵一辆超过相关标准要求 占比76% 超过七成的不合格 而且其中还不乏一些大品牌 根据了解呢 为了增加软泥玩具的延展性 市面上大多数产品当中都会添加膨砂 膨砂化学名为四膨酸钠 工业上是用途广泛 可用作生化生产的清洁剂 杀虫剂等日化产品 膨砂呢 因具有较强的毒性 人体若数字过多的话 引发多脏器 储蓄击中毒 医学证家称呢 软泥当中添加的膨砂 可以通过儿童破损的皮肤 口腔黏膜或经消化道 被人体吸收 很多小朋友在玩软泥的时候呢 不可避免的要和皮肤接触 有的孩子呢 还喜欢舔手 这就增加了摄入的风险 所以呢 只要这个软泥是用了膨砂 那就没有理由宣称 自己是食品级的 孩子在玩这一类产品的时候 家长要格外注意 皮肤有伤口 或者是湿疹的时候 不要玩 玩耍之后呢 一定要赶紧洗手 除了家长注意之外呢 生产商要按照更高标准 进行生产完善配方 使用更环保安全的材料 有关部门呢 要尽快出台关键指标 限量要求 填补现间段 软泥产品标准空白 好 接下来是一组最新消息 说近日 武汉青山长江大桥 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标志着 这座最宽长江大桥 进入后续力行铺设 量化施工阶段 青山长江大桥 全长7548米 桥宽48米 桥面比武汉 壮口长江大桥 还宽两米 说 昨天 我国制造的 首艘基地探险游轮 从江苏省南通市 招商工业 江苏海门基地出发 前往世界最南端的城市 乌斯怀亚 开启首航南极之旅 说 目前 我国已有203家机场 完成了民航 临时乘机证明系统的 设备安装调试 并将于9月15日 同步上线 正式启用系统 据统计 2018年 全国机场 累计办理 临时成绩身份证明 270余万人次 说 今晚 国足将在 马尔代夫国家体育场 迎战马尔代夫队 开启2022 市域赛 亚洲区 40翔赛的首赏比赛 主教练李皮 希望能在首赏比赛 取得大胜 振奋军心 乌 强台风 法西 昨天凌晨 在日本千叶县登陆 目前 法西已经造成千叶县 至少10人受伤 多处建筑被毁 千叶县 神奈川县 约92户居民停电 乌 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 和新南威尔士州 连日来临火色虐 截至8号 着火点已超过120处 当地消防部门提醒 澳大利亚极少在春季 遭遇如此大规模的灵火 这可能预示着 在接下来的夏季 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灵火 说 当地时间7号晚 斯里兰卡首都 科伦坡一场街头幸典一场 两头大象失控 导致17人受伤 所有的伤者 随后均被送往医院救治 大部分已经出院 说得一下 欢迎回来 由辽尼广播电视集团 和辽尼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共同打造的富红之下 文化会名广场演出系列活动 将于9月14号晚 在铁岭钻石广场进行 文化会名演出节目非常精彩 由我台联合辽宁演艺集团 通过组织我省演艺名家 并吸纳当地优秀演艺人才 用歌舞 诗词 朗诵 戏曲 杂技魔术和小品等 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欧歌祖国和我省 70年的发展变化 反映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 传播幸福 传递欢乐 9月14号晚 铁岭钻石广场 您可以约上家人朋友 一起到活动现场 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参与活动 还可以获得富红集团 提供的各种奖品 今年惠民演出 已经接近尾声了 余下几场活动 具体的时间地点 敬请关注辽宁广播电视台 卫星频道 都市频道 交通广播等栏目 和公众号的报道 说天下新闻继续 今天早上上班 我路过在他旁边的水果店 然后就突然闻到了一股 南果梨的香味对不对 你看就说你最聪明了 一下就猜到了 的确是南果梨的香味 绝对是独树一帜 闻一闻亲人心脾 提醒神脑食欲大开 这南果梨还说啥了 现在正是果子成熟的季节 这种产于辽宁安山的小果子 这看起来不起眼 那吃起来是忘不了 在我们辽宁 可以说是近人皆知了 也不用多形容了 酸里边带着甘利的甜 甜里边带着清新的酸 吃起来还过瘾 这一吃磁溜磁溜的 一缩了一个 别缩了 那你知道 安山什么地方的南果梨 最地道吗 那必须知道 海城 咱们的记者刚去了一趟 咱们来看看 这个纯正的南果梨 是长啥样的 我在这要做一个小提示 我们注意片子 右下角的二维码 进入辽宁号微信公众号 点击页面下方的 北方好东东商城 您还可以直接下单 购买安山有机南果梨 颜丑就要到中秋节了 作为咱辽宁人 那必须得配齐 中秋标配两件套 除了要吃月饼之外 那必须还得咬上一口 甜滋滋的南果梨 这南果梨呀 可是咱的辽宁特产 对于咱辽宁人来说 这就是咱的家乡味 对于外甥人来说 南果梨就是咱的辽宁味 这南果梨呀 可是有着梨中皇后的美誉 可能有人会问了 啊 这都梨中皇后了 你们这可大皆卖呀 那你看看 咱就有着条件 说到条件啊 辽宁的小伙伴站起来了 那个锦州复兴的老铁 先往后哨一哨 咱说的是辽宁 ABC的西 不是东西南北的西 对呀 这辽宁不就是咱辽宁安山吗 咱南果梨 就是辽宁安山的特产 说到咱辽宁安山啊 有三样东西不能错过 千山的美景 秀岩的老狱 还有海城的南果梨 所以呀 这个南果梨又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叫安果 哎 那我就又有问题了 这南果梨明明是产自咱们东北辽宁 它为什么要叫南果梨呢 今儿啊 咱就来到了一个专业的种植基地 咱找个专业人问问 你到底是哪来的 走 哎 师强大哥你还行吗 我是真走不动了 这园子实在是太大了 哎呦天哪 哎 前边可算 可算接了一大哥了 大哥你这是干啥呢 在测一下南果梨的速度 啊 这个就是南果梨树是吗 对 南果梨树 我现在正开 把这南果梨的字挤这个仪器上 测它的含糖量 这大概多少时间能处结果啊 嗯 马上就可以处结果 马上就可以处啊 对 咱先不等一期 不等一期测了 我觉得我测的应该比它准 我尝一口这个 嗯 这一口下去啊 是脆的 但可以说这皮稍微还是 有那么一点梗 就是这个意思 它还是很甜 但跟这个熟透的后手 咱叫后手 跟这种后手的梨比呢 甜度差了很多 然后闻起来也没有那么多香气 但它依然是甜的 是另一种南果梨独特 独有的那种味道 口感也不错 而且汁也挺多的 看那里多甜 嗯 这边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 嗯 12.6含糖量 12.6含糖量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嗯 南果梨就是受伤的标准 正常的标准是在 12到13之间 12.6含糖量 那这样后手的大概有多少呢 后手应该达到15到18 最高能达到18 我觉得绝对不止15到18 它不但 有一股淡淡的那种酒味 就南果梨特有的那种味 对 还有香气这个那边 嗯 然后酸甜 酸甜的 尤其是越吃到离湖近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湖 湖边上这一圈是南果梨的精髓 我可爱吃了这一层了 酸甜 嗯 您种这个南果梨 种多二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那您一定知道 这南果梨有没有什么历史的缘由 你说这南果梨 这地地道道咱海城特产 是吧 那为啥叫南果梨 不叫北果梨 不叫海果梨 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个咱南果梨相传 有一个传说 就是从南方飞过来 一群大雁 其中有一只大雁 就是掉了一颗南果梨 一个种子 一个种子 一个雷枕 其中掉了 就是咱们海城地区 在一个掉在一个山坡上 就是它从这种子里 繁育成一个梨树 所以它起名的就叫南果梨树 那问题来了 说这么下去 现在市场上卖南果梨的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商家 各位老铁 你们知道 怎么样去挑选 真正的海城南果梨吗 不要着急 下一期节目 我们为您揭晓答案 哎呀 你瞅瞅啊 你这鸭的嘴 鸭的我这个馋呢 这南果梨呢 确实是地道 但是咱这记者 有点不太地道 怎么的呢 你说也不说 你给我带回来几个 你说 哎呀 事已至此了 不过你还有弥补的机会 啥机会 在北方好东东下单呗 跟大伙说一下 咱们北方频道 易农惠民电商平台 北方好东东开通了 我们屏幕上呢 一直会挂着二维码 扫一下就知道了 关注辽宁号 微信公众号 点击页面下方的 北方好东东商城 安山有机南果梨呢 正在惠民秒杀当中 哎 这个中秋佳节呢 给家人吃点 无农药无化肥的 健康有机好梨 这瓶果中美味 这也是不错不错的啊 咱们说一下 北方嗨购里边 不光有这个南果梨吧 哎呀 对啊 品质又好又贵的 辽宁特色美食 以后会陆续的 都在发在这里 记住 北方好东东 近在北方嗨购 买辽宁特产 有了新渠道了 这是好事啊 是啊 买东东 我们就得在 正规渠道上买啊 对吧 下面呢 咱们再来说一起诈骗案 大家都知道 茅台酒呢 那是国酒啊 不管是口味呢 还是公益 那都是国内 最顶尖的白酒了 所以近年来呢 喜欢茅台酒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了 茅台酒的价格呢 也是不断的上涨 哎呀 就因为这个很多人呢 就做起了囤酒的买买啊 低价收购 等几年价格上涨 之后再卖掉 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浙江省永家县的 周老板呢 就看好了这桩生意 从2017年开始呢 他开始从贵州的 中某处 大量的购买了茅台酒 想要赚一笔 但是呢 万万没想到啊 就到头来 囤了1959万元的茅台 全是假的 赔钱不说 自己呢 也因此摊上了官司 受害不前呢 骗人的这个周某 是怎么行骗的呢 这事儿得从2016年说起 当时周某呢 是在怀人做酒的生意 虽然说稳定吧 但是赚钱并不多 这也就让他起了歪心思 这个起初呢 他是跟朋友吹嘘 自己和茅台公司 董事长那是亲戚 能取得销售 贵州茅台酒的授权 并透露自己店内 库存的茅台酒 已经是卖完了 利润还是比较可观的 知道这个消息的 一位朋友呢 就把授骗的周某 介绍到了这个周某处 因为周某呢 一直想接触 茅台的生意嘛 这回是碰到真人了 高兴万分啊 主要是07年 为了取得周某的信任 周某呢 陪着他飞往贵州 人怀实地考察 这他托人呢 办了一个参观证 又让自己的这个朋友 李某呢 配戴假的工作证 假装是贵州茅台酒厂 销售处的领导 安排周老板 走进这个茅台酒厂 进行参观 自从参观了茅台酒厂 的生产车间之后呢 周老板对周某 内部人员的身份 是深信不疑了 他开始分批次向周某 购买所谓的特殊渠道 飞天茅台酒 实际这茅台酒 是什么呢 周老板购入的 这些茅台酒呢 是来自于周某的朋友 李某 这李某家里边 是开酒厂的 也曾经在茅台酒厂工作过 他制作的假茅台酒 十分逼真 箱内的防伪识别器呀 酒杯呀防伪帽啊 这有机码是一应俱全 他用价格低廉的 白酒进行灌装 让人是真假难辨 为了能从周老板 手中套出钱来呢 周某还特别会演戏 为了让自己的人际关系 网看起来更逼真 他甚至请人扮演 贵州省茅台公司 打假办的工作人员 上门给周某 出具了各种鉴定文书 证明自己的白酒保真 这一步步下来 周某是彻底的 陷入了谜局呀 不断在周某出 买酒囤货 直到他开始向外出售 这些假酒时 才被永家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现了问题 随后质检人员 在对周老板仓库内 929箱 共计5574瓶的茅台酒 进行了鉴定之后 发现 这些全部为假茅台酒 周老板才彻底知道 自己上当受骗了 而这时候的周某呢 早已经过上了 富翁般的生活呀 买豪宅买名车 所有骗取的钱 已经被周某等人挥霍一空 周老板是苦不堪言啊 这今年的8月2号 周某呢 已经被永家县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 依法提起公诉 而他非法购置的财产 已经被警方依法扣押 希望最终能为周老板 追回一些损失吧 说天下 继续来说新闻 说之前呢 有首歌叫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歌里的老张 开车撞了 被好心人救了 其实歌里唱的呢 就是现实中的好人好事 没错 作为雷锋的第二故乡 腐顺 这样路见危险 出手相助的事更多了 这9月4号晚上 这腐顺新府区 延宾路上 一辆轿车冲下了河堤 危急时刻 三名路过的好心市民 跳下河堤 破窗救人 我们找到了其中一名 救人的好心人 听他来讲一讲 当天晚上的发生事 他叫张祥 是皇家海洋乐园 训养部经理 当天一声巨响 引起了他的注意 就发现在 道的右边 就有一个 那个散落的 那个车的保险杠 然后看那个护栏上 有一个大的缺口 这个车 已经撤返到那个 湖泊上了 然后距离河 就大概有一米五远 左右吧 现场河堤高约三米 当时的张祥 也没多犹豫 急忙跳下去救人 还有两名和张祥 一样的好心人 他们三人合力展开营救 跳下去以后 看到这个车吧 前后基本创的比较严重 然后车体 这个主驾驶这个位置 还还可以 就是受损不严重 因为这个司机 靠近那个风荡漠里 我们就决定破爽 然后首先先保证一下 这个呼吸的顺畅 为了避免受伤司机 造成二次伤害 张祥等人 一边在原地 等待消防员救援 一边不断和被困的司机聊天 帮助他缓解紧张情绪 我说大哥你姓什么呀 叫什么呀 然后这是为什么 怎么会创造这块呀 然后我说没事别担心 这么多人都在呢 然后那个先把电话拿出来 给家里报个平衡 在营救过程中 张祥手臂多处被划伤 不过张祥说 这点小伤比起救人 微不足道 因为他知道 在危难时刻 有人伸出援手的那份温暖 有多珍贵 因为我自己在八年前 也经历过一场车祸 当时非常严重 也是被周围的好心人 然后把我救出来了 然后我就想 把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我们在遭遇危险的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一双 及时伸出的援手 这三名好心人救起了司机 更传递了正能量 没错 一个举动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这样的正能量越多越好 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下面要说的 美国一对夫妇 最近意外获得了12万美元 但马上就尴尬了 是这么回事 说这个照片上这两口子 是罗伯特和蒂菩尼 住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 说今年夏天 因为银行职员的工作疏忽 误操作 把12万美元 打进了罗伯特的银行账户 而且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个错误 账户里突然多了12万美元 让罗伯特和蒂菩尼特别惊喜 要知道在这之前 两个人的账户里 就剩下1,121美元了 虽然明知道 这笔钱不是自己的 但是罗伯特两口子 还是决定不告诉银行 还在短短半个月之内 就把这笔钱给花光了 半个月花光12万美元 说实话也够败家的 他俩买了一辆SUV汽车 一辆路营车 一辆拖车 和两辆四轮汽车 你说你买这么多车 你开得过来吗 就俩人 是啊 剩下的钱呢 他俩还用来还账单 汽车维修和现金消费上 另外呢 他们还给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 1500美元 这花钱一时爽 还钱直瞪眼啊 这人家银行也不傻呀 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错误 把账户里的钱又转走了 这下呢 罗伯特傻眼了 自己的账户一下子 多了12万美元的亏空 这拿啥还呢 哎呀 那也得还啊 银行多次联系 罗伯特两口子 通知他俩还款 蒂芬妮呢 也承诺说 会做出一个还款的计划 不过到现在 这笔钱也还没还上 蒂芬妮说 他们花了绝大部分的钱 两个人已经没有钱了 这随后呢 夫妇俩人已经被警方拘留了 他们交代说呢 自己早就知道 钱不属于自己 但还是花了 目前夫妻俩呢 面临这个盗契重罪指控 以25000美元保释出狱 不是自己的钱 即使是银行疏忽转错了 你如果给花了 我们就算不当得利 在我们身边呢 也有过类似的事件 储户呢 到银行转账2400元 但是银行的员工 错误操作成了24000元 因为收款一方 拒绝归还多转的2万多元 被银行起诉到法院 最后呢 法院判决收款方 归还不当得利 也就是说 不是自己的 咱不该拿 好了 下面呢 是一小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和您说一说 今天马云 就按他一年前提出的 退休计划 辞任 阿里巴巴集团 董事局主席 退休后的马云 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不会是真的 隐退江湖了吧 说天下 欢迎回来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们说天下推出了 系列报道岁月留声 已经播出了很多期了 今天呢 我们将和您一起追议 旋律特别婉转 特别悠扬 特别好听的新疆歌曲 说到新疆 我想起的第一首歌 你猜是啥 打板城的姑娘 还是掀起你的盖头来 都不是 首先在我脑海里 泛起的是 吐鲁番的葡萄 熟辣 你这不是在脑海里泛起 我觉得你是在 舌尖上泛起了 吃后本色 最近呢 在网上呢 买了一大袋 吐鲁番的葡萄干 一颗颗 风润 饱满 玉石一般 风到嘴里边 咀嚼出 纯正的味道 甜美的 好像阳光的味道 吃起来让人心旷神仪 让人着迷啊 看把你陶醉的 嗯 必须的 你看 歌里边也是这样唱的 嗯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阿纳尔汉的心儿 醉了 阿纳尔汉的心儿 醉了 你不是说要给大伙 唱一段吗 拉倒吧 就我这两下子 我真拿不出手啊 咱们还是来听一听 关木村 关老师的经典演唱吧 歌的牧场剧 去到边上 林星时度下了 一颗葡萄 我愿的姑娘 诺男儿汉呀 真是太美了 曲子美 歌词也美 还少说了一个 叫境界更美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把对祖国 对生活的爱 和对恋人的爱 是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在当时呢 这是一首构思心 不落俗套的清新歌曲 因此呢 也成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 嗯 这首歌呢 是人民音乐家 时光男1978年创作的 一晃40多年过去了 哎 你知不知道这首歌 还挽救了一段爱情呢 你看啊 你们女生啊 就是多愁善感 跟我就不是一个关注点 你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 咋回事吧 给你讲讲哈 当年呢 关木村演唱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后 不久 他突然收到了一位 新疆姑娘的来信 哦 咋写的 来信的人呢 跟歌里的主人公 是一个名字 也叫阿纳尔汉 他说呢 自己的爱情 和歌里唱得很像 原来的男朋友 恰巧呢 就是叫克里木 也是一个边防战士 因为克里木 一心驻守边防哨卡 老是回不了家 这两人就见不了面呀 阿纳尔汉一气之下 就写信 和克里木断绝了关系 你看那个时候 就有异地恋啊 异地恋 难成正果呀 这过去 这跟现在是差不多嘛 对啊 后来呢 他就听了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被歌里忠于爱情的 阿纳尔汉感动了 于是呢 就主动写信给克里木 支持他守边疆 信中呢 他感激地说 太惭愧了 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让他主动写信 给克里木 和好如初的 这真是太传奇了 你看艺术果真 就是来源于生活 这就是共鸣 这就是魅力 是啊 歌声飘过七十年 记忆里那些 充满新疆风情的歌曲 一首接一首 就是听不够啊 新疆民歌 建设之歌 军旅之歌 电影金曲 流行歌曲 全都有 除了你前面提到的 我就随口再说说吧 比如说歌曲 半个月亮爬上来 青春舞曲 阿拉木汉 华哈哈 克拉玛一只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怀念战友 等等等等 行啊 如暑家真的 不过我觉得 有两首歌 是不应该被落下的 哪两首 一个是小白羊 另一个呢 另一个 咱们一个一个来 先说这个小白羊 那是1983年 这世人梁尚泉 来到新疆塔城的 塔斯提边房哨所采风 得知一位西部族士兵的母亲 送儿子白羊树苗 来激励儿子的故事 这世人是有感而发 写下了小白羊的歌词 后来呢 后来呢 这个由作曲家 世新普曲 1985年 在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上 颜维文 现唱了此歌 这一夜之间 这首歌就成为了 树边将士的 保留曲目了 一颗呀 小白羊 长在少说旁 耿耳深 耿耳朵 守望着悲战 微风吹 吹得绿叶 沙沙向楼后卫 太阳照得 绿叶三明光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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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白羊 小白羊 他仗我也仗 同我一起守兵法 当初要离家乡 哎呀 有机会呢 大家再去新疆塔城 曾经的塔斯提边防哨所 现在已经叫做小白羊哨所了 真是时光流转 岁月如歌呀 哎 你刚刚说的另外一首歌是什么呢 那就是现象级歌曲 2002年的第一场雪呀 这首歌呢 让乌鲁木齐的二路公交成为了全国最著名的公交线路 应该是没有之一呀 真是怀念当时这首歌那实在是太火了 重温经典 让人印象深刻 飞扬的歌声 吟唱难忘的岁月 熟悉的旋律 演绎时代的乐章 新疆的好歌声 我们就回味到这里了 明天呢 我们一起回味经典老歌 长江之歌 收听下新闻继续 下边呢 咱们再来说说马云 好 提到马云 我想没有人不知道的吧 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 董事局主席 淘宝网 天猫等众多网络购物平台的老板 但是呢 这个头衔今天就要画上句号了 因为呢 去年9月10号 这阿里巴巴马云和阿里巴巴官方微博 同时宣布 经董事会批准 一年后的今天 也就是2019年9月10日 阿里巴巴成立20周年之际 马云将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现任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 将接任董事局主席一职 转眼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今天呢 就是2019年的9月10号 也就是说 按去年这时候阿里巴巴方面宣布的消息 那今天就是马云现任的日子了 昨天也就是辞职的前一天 马云呢 回到了冰箱园区 这个战斗打响低枪的地方 看望了老同事 估计算是个告别吧 马云的到访呢 让冰箱园区的所有员工 对他是家道欢迎啊 不过毕竟还没离职呢 就在下午3点40分离开工作岗位去看老同事 根据阿里巴巴的公司考勤管理规定 马云同志可能会被做矿工半天的处理 扣发当月全勤奖 开玩笑 这毕竟虽然马云辞去了董事会主席一职 但这可不是离职啊 据报道呢 虽然是不当董事会主席了 这马云呢 还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的成员 直至2020年阿里巴巴年度股东大会 现任呢也并非退休 马云依然是阿里巴巴的一名员工 是啊 你想想55岁哪能就这么退休啊 对不对 觉得自己曾经的意愿 很多事情他都想去试一试 阿里巴巴呢 只是梦想中的一个啊 他希望75岁时还能有激情 那他究竟想做些什么呢 很多人就猜测了 可能他还想圆自己的老师梦吧 哎 马云呢 确实对于这老师的身份呢 是情有独钟 这大学毕业后啊 马云呢 被分配到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做老师 可以说马云的起点就是在教师这个岗位上 而后创立了阿里巴巴 同事之间的互称不是同事而是同学 离职的阿里员工呢 则称为毕业离职员工的班主任是马云 可见啊 老师这个身份马云是一直不愿意舍弃的 在阿里巴巴大获成功之后呢 马云还是放不下老师的身份 至2015年 马云协同九位企业家和学者 共同发起创办湖畔大学 马云呢 从马老师升级为马校长 从教英语发展到教人办企业 马云曾经说过 只有建立一套制度 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化 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人才的接班人体系 才能解开企业传承发展的难题 从马老师到马主席 再到马老师 马云走了二十年 看得出来 老师这个职业 他是割舍不下呀 而且呢 连卸任都选在了教师节 可见对于教师职业的喜爱 马云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 是啊 三天前 马云还收获了一个新的头衔 功勋杭州人 以感谢他对杭州这个城市 做出的贡献 相信未来的马云 虽然不做老板了 但是他的路 依然会是备受瞩目 他还将创造怎样的事业 咱们呢 就拭目以待吧 嗯 说天下 我们再来说说请病假吧 生病请假本来挺正常的 对啊 可是这有人吧 却明明没有生病 只是不想上班了 又想拿工资 这怎么办呢 是啊 于是呢 就在请病休假上 动起了歪脑筋 嗯 这某些不法分子啊 也在这上面找到了生财之大 您听 说最近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 这淮顺分局 就破获了一起特大伪造印章证件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 两名 查获各类伪造的印章证件千余分 这俩人伪造出售的正是假病例证明 他们不仅提供医院病例 疾病证明书 甚至连药物清单 检查报告 住院手续都应有尽有啊 不仔细看 还真是以假乱真呢 那可能有人会问了 那这事是怎么被发现的呀 别着急 说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啊 淮南市一家煤矿企业 就遇上了怪事了 这请病假的职工突然变多了 人力资源部门一了解 说有些职工呢 其实根本就没有生病 可他们呢 却能提供县级医院 加盖公章的病例 病假条 或者是休假证明 这家单位的规定是呢 职工在病假期间 可以享受全额工资 这就让人怀疑了 于是六月初呢 企业就报警了 民警拿着近期 病假职工的全套证明 对当地多家医院科室实地走访 结果发现 有几名职工的医院病例啊 所盖的公章和病假条 都是伪造的 证据面前 那几名职工承认了 说他们呢 就是不想上班 却又想拿到全额的工资 就花钱买了假病例来证明 哎呀 这个卖家呢 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 绰号虎哥 在街头 账贴了不少的 这个违法小广告 他出售的这个假病例 是分为大套和小套的 这个大套的价格呢 是四百元到六百元 整套伪造 连住院手续都有 能开出一个月的休假证明 这个小套的呢 价格是两百块 不住院 病假期大概七天左右 这有的职工呢 是实在想不出自己患点什么病好了 那位虎哥还会贴心提供专业服务 给职工捏造各种病因 在伪造的证明材料做好之后呢 双方约定是一手交钱 是一手交货 而且还不止这一家企业呢 民警发现周边的畅狂企业呢 也有职工买假病例的 一番调查之后呢 买卖假病例的套路 都被民警们摸的是一清二楚了 那接下来就是抓人咯 是啊 这民警锁定的淮南市毛吉镇人 王某就是跟职工们联系的虎哥 但民警很快发现呢 这王某他不是单打独斗啊 因为他没有能力伪造印章 而淮南市新吉镇居民穆某 跟这个王某他俩人联系的挺频繁 那位呢在2014年就因为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印章罪被判过刑 多种证据表明 那些职工拿到的假病例证明 都是穆某的手笔啊 最终呢 7月31号那天 专案组决定收网 民警提前向王某定了一个大套的假病例 约定第二天见面 最终呢把二人抓获 在穆某置假窝点里边 这民警查获了伪造的各类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印章500多枚 印模400多枚 各类医疗病情文书是800多份 户口簿 毕业证书 驾驶证等空白证件 及外壳2000多份 打印机和光明刻章机各一台 经过询问呢 王某和穆某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 原来这俩人是老相识了 今年一来呢 他们已经非法获利20多万元 是啊 现在老相识的这个王某和穆某呢 已经被警方是依法刑事拘留了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这假条为假 是吧 涉嫌违法 至于那些买了假条的职工们 可能会挨到真处分吧 说听一下 听一下先 埃及模物部呢 最近在埃及南部旅游城市 卢克佐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两座拥有3300年的历史的城市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 请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说听一下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呢 明天见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